每个孩子从娘胎里生下来,成为独立的个体,从此和父母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孩子为什么找到你做父母而不找别人,孩子为何有的优秀,孝顺父母,有的顽劣,和父母水火不容,不管孩子好坏与否,孩子永远是父母一生的牵挂,父母和孩子之间究竟有没有前世今生,至今说法不一。 一,佛曰,前世如若不相欠,今生又怎会相见?我们经常说,投胎是个技术活,有人天生含着金钥匙来到世上,有人天生出生贫寒,有人一生顺风顺水,有人却多灾多难。 孩子找到谁做父母,都讲究个缘分,这种缘分,从佛教的角度讲,大概有四种,报恩,抱怨,讨债和还债。 一,报恩的孩子。如果前世你广结善缘,世人恩惠,那么孩子投胎当你的子女是来报恩的,这样的孩子很乖巧,省心,聪明,当然也很孝顺,拥有报恩孩子的父母最幸福。 二,抱怨的孩子。如果前世你自私自利,与人结怨太深,孩子投胎就是来报仇的,这样的孩子冷血,跟你没什么感情,不服从管教,会经常给你找麻烦,让你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甚至搞得你家破人亡。 三,讨债的孩子。如果前生你欠了别人的钱,孩子投胎来就是来讨债的。 蒲松林在《聊斋》中写的一则四十千的故事,讲述的就是讨债孩子的故事,新城王大司马的管家仆人。 有一天梦见有个人向他讨债四十千,醒来之后,妻子正好生了一个男孩。 他知道这孩子是来要钱生的账的,就悉数数出四十千专门作为抚养孩子的开支。 孩子三四岁的时候,钱快用完的时候,孩子死了,仆人就把剩下的钱买了智丧的物件。 把小孩买了。 故事很短,虽有迷信色彩,但耐人寻味,这样的孩子是讨债鬼,欠他的少,讨完债就走了。 如果欠的多,你挣得钱都要给他,想想如今,很游手好闲,有能力也不出去工作的啃老族,多半是讨债的。 四,还债的孩子。 如果钱生别人欠你的钱,孩子投胎就是来还父母债的,这样的孩子在物质生活上帮助父母。 欠的多还的多,让父母物质生活得很丰厚,欠的少还的少,勉强让父母过活。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前世的因,后世的果,体现得淋漓尽致。 知道了这几种缘之后,这一家应该怎么办? 要把这些孽缘转变成法缘,教,你要好好地教他,教伦理,教道德,教成父,教因果, 把过去这个冤债都给他化解变成法缘,没有定法,法无定法,看你会不会转变。 这个道理,咱们中国老祖宗早就知道了,所以老祖宗重视扎根教育,扎根教育就是转变这个缘, 所以缘不是不能变的,能变,你这一教一转变的时候,你对他就不是大恩大德了,为什么? 他本来是报恩,抱怨,讨债,还债的,你现在一下转变的时候,教他变成贤人,变成圣人, 这个恩德多大,来当你孩子的人,可能是透过与你的亲子关系来解决累世的纠缠,累世纠缠各有不同, 假设你有两个或三个小孩,其中有一个小孩和你的累世姻缘大,你会发现这小孩很贴心,很多事情他都能够带领你, 他脾气比你好,他比你懂事,甚至可能是你的恩人,你的良师义友,你跟这一类的孩子, 在过去累世的关系中,基本上是彼此互助合作而成长的。 你也会发现,有些小孩特别会找你麻烦,你这辈子都在为他烦恼,即使走到生命尽头都还放不下, 虽然他带给你烦恼跟痛苦,可是在你心灵的某一个角落,你会觉得其实跟这个孩子最亲, 因为他是你这辈子最艰苦的任务与挑战,你这辈子修行要成功,可能就必须先搞好跟他的关系。 家庭是最扎实的道场,你有办法跟自己的父母关系搞好,有办法跟自己的先生,太太亲密关系搞好, 还要有办法把跟孩子的关系搞好,这三个关系能够搞好。 你会开始慢慢把你的爱传达出去,传到周遭的邻人,朋友身上。 许多父母教育孩子,往往过度保护,过度干涉,过度期望,这对孩子的身心都很不健康, 我们这一代的父母正在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最健康的父母, 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在过程当中,不止孩子要学习,父母也在学习, 而且父母的学习没有比孩子的学习少,我们都是在藉由当父母来学习怎么样当父母。 从身心灵的角度来看,好父母的第一要务是把孩子当作是独立自主的个体。 你生下来的孩子并不属于你,他是藉由这辈子与你成就一个亲子关系而来互相学习的, 他是投胎来跟你成就一段亲子关系以完成灵魂上的一种成长和彼此情感的交流, 你一定要用一个很宽阔的身心灵的观点来看这件事。 孩子是来陪父母一同心灵成长,从身心灵的观点来讲, 孩子其实不是父母的,他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独特的人生观, 有他自己所有转世的历程,还有他内在生命的智慧, 如果我们在跟孩子的相处上面没有看到这一点, 就会不断爆发冲突,因为在整个身心灵的观念里面, 当每个灵魂要来投胎时,他大致已经对他想生存的这个年代, 环境等做了调查,所有信息都已经储存在他的潜意识中, 父母要成为孩子的踏脚石而不是绊脚石, 要信任你的孩子,他敢来投胎就表示他有两把刷子, 他敢来当你的小孩子就表示他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也许我们现在还看不出端倪,也许他们现在还好吃懒做, 但是请记住,生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 所以我们要给予的是机会,关心,爱, 还有信任,你给予这些愈多,生命就长得愈好, 真正的爱是告诉孩子你会做得很好, 而不是不断地去伸出援手, 你开始让孩子为自己的生命做决定, 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活得很开心, 做决定的时候,他学会思考,学会判断, 一个身心灵真正的亲子关系是无条件的关系, 父母为孩子付出,不需要回报, 如何让报仇宝宝变成报恩宝宝, 万事有因必有果, 无论宝宝是报仇宝宝的特征, 还是报恩宝宝的特征, 只要家长用对正确的教育方式, 报仇宝宝一样可以变成报恩宝宝, 尽量坚持母乳喂养, 母乳是刚出生婴儿最好的食物, 也是成本最低的一种喂养方式, 是其他喂养方式无法比拟的一种方式, 另外,母乳喂养还可以达到拥抱, 年人,亲密等需求, 所以,在能坚持母乳喂养的条件下, 主张新手妈妈们克服困难, 尽量母乳喂养, 如果实在是因为各种原因, 不能进行母乳喂养的妈妈们, 也要选择恰当的婴儿配方奶粉进行喂养, 保证宝宝身体健康, 积极回应宝宝的需求, 讨债的宝宝需求更多一些, 一旦得不到就会大哭大闹, 作为家长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应积极做出回应, 尽量让孩子的需求得到回应, 例如, 有些宝宝对新欢的碗或小勺子不满意, 家长要细心观察, 不要误会是孩子不爱吃饭, 搞清楚宝宝真正的需求, 在针对性帮助孩子解决问题, 让孩子停止索取行为, 如果宝宝因为餐具不满意不吃饭, 饿哭, 家长无动于衷的话, 他会一直哭下去, 反而影响不好, 所以, 有时顺其自然不是应对这类宝贝的良方, 经常出门玩耍, 讨债宝宝大多好动, 一刻也停不下来, 既然如此家长就不要磨灭孩子的天性, 有空多带孩子出去接触大自然, 例如爬山, 逛公园等, 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孩子探索大自然的好奇心, 还可以满足宝宝好动的心理, 出门玩耍可以让宝宝尽情释放精力, 这样回家该吃吃, 该睡睡, 家长带起来也没有那么吃力, 一身作则, 做好榜样, 家长闻名, 孩子闻名, 家长爱飙脏话, 孩子也会出口成脏, 家长永远是孩子的第一人老师, 所以家长要以身作则, 树立乐观, 积极, 文明的行为, 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 二, 父母和孩子之间, 根本没有前世今生, 从科学的角度讲, 孩子和父母之间是简单的传宗接代, 是男女之间精子和卵子有效结合的生命体, 前世今生是迷信的说法, 根本没有前世今生, 孩子性格好坏, 成才与否, 绝对与生长环境和家庭教育方式有直接关系, 那些好学懂事, 责任心强的孩子, 肯定是父母言行深教, 教育有方, 那些骄纵跋扈, 没有教养的孩子, 要么父母如此, 要么宠溺孩子的结果, 即使出生和生长在同一家庭中的孩子, 由于父母对孩子的不同喜好和教养方式不同, 孩子的脾气秉性也不同, 孩子身上的问题, 往往是我们自身问题的投射, 对于一个家庭来讲, 父母是树根, 孩子是花朵, 如果花朵有问题, 多半是树根也有问题, 父母和孩子之间相互关爱, 相互增悟, 同样取决于家庭教育, 总之, 孩子和父母之间, 不管有前世也好, 没前世也好, 养育孩子都是一种自我修炼, 养育孩子都是一种自我修炼的,